这个比较公平 但是美国一个国家 它自己站在自己的这个礼仓上 它去评论别人 别的国家的事情 我觉得有点 是不是有点就是 我觉得不太公平 另外呢 我说这次听说 这美国又把中国评成这个 评论就列为这个 受关注的国家 也就是说在中国出现过 出现这个 在对宗教信仰 不够自由的这方面问题 但是我要收钱生命 我是个基督徒 我是信主的人 我在中国就没有感到说 我的信仰受到什么限制 另外我周围的邻居朋友 还有信穆斯林的 还有穆斯林信伊斯兰教的 还有信佛教的 都很自由嘛 这个都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 限制和什么什么打击迫害 更没有打击迫害 所以就是对美国这个 它的什么个委员会 从站在美国的立场上 来评论中国的事情 我觉得不够公平 也不够可观 这是我的看法 不一定对吧 但是既然又说 刚才这个 这个专家也提到了 说这个信闻自由 这个自由 哪个自由 我想就我自己 个人的观点 和我的感受吧 我发表我自己的意见 应该也是 应该受到尊重的 你说对不对 好谢谢您 张先生 我请嘉宾做一下回应 谢谢你打来电话 当然我也尊重你的意见 当时我们也会考虑你刚才提出的这些意见 那么我再来讲一下美国为什么觉得 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委员会 讲一下它的历史背景 我宗教自由是我们的建国概念之一 我们在这个宪法中也专门提出要保护宗教自由 那么来到美国的这些移民 那么在早期 他们都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来到美国的 所以当他们想当初在建立这个美国的时候 他就是这个宗教自由 就成为一个核心的原则 那你刚才向我们分享了一下 你个人的一些经验 那当然我也会跟我的同事 来传达你的这些信息 那么还有呢 就是中国的基督教的 在中国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包括那些没有登记的一些基督教会 他们这些教会经常呢 被警察来骚扰 这一些问题 那么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 也报告说 去年有764位 764位教徒也是被逮捕 同时还有别的报告是 过去有去年 在未登记的一些教会中 有一千多名 这个教员都被拘留 而且他都被拘留了一段时间 那么我们也是希望 中国能有更好的宗教自由 不管是对登记的 还是对未登记的 这些教会都给他们提供宗教自由 好的 接下来我想要求 广东的温先生来参加现场讨论 温先生您好 欢迎您 您好 您好 是这样的 中国它说它有宗教信仰自由 完全是骗人的 因为我是家庭拒费的 我以前也是大唐 后来我们展现家庭拒费 我们家庭拒费以后受到冲击 那么第一次就发坎 发了两千多块 那么第二次呢 我们再不听 他就说我们要那个国安级 很有政府呢 他就说我们要采取一切的行动 要把你们呢 把你们这个家庭积极 完全的取缔 那后来我们积极呢 后来冲击更大呢 就把我们的这家传统员呢 全部扎去呢 激留半个月 激留半个月 还有把我们的圣经呢 还有把我们的教会所有的钢琴呢 那个圣经呢 全部没输 而且呢 我们拒费啊 不是一次两次的 经常来冲击的 我们现在呢 家庭拒费呢 一直呢 政府啊都 都非常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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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啊 来 来 来 进行呢 不断的 这样的 来攻击的 所以说呢 这个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啊 完全是 是 外表的 它 真正的 我们这些家庭具备 没有登记的 政府啊 打击很大的 温先生 您 温先生 您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教我们的现场嘉宾 我的问题呢 就是说 中国他说有宗教信仰自由 但是三次爱国费 他们大堂的 政府登记的 它肯定是比较自由的 但是我们家庭具费呢 是绝对没有的 绝对是偏人的 绝对没有自由的 好的 谢谢您 温先生 嗯 中国如果说是 像刚才温先生讲到的 这些受到迫害的 地下家庭教会 他们想要申诉的话 有没有什么样的 国际的渠道 国际管道 有的 有一个新的 就是 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 建立在日内瓦 建立的一个机制 就是每四年 哪个国家 都会进行一下审议 中国呢 最近也接受了审议 同时还有一些问题 就这些 这个宗教的问题 也已经出现了 那还有一个全球的 就是在 1503机制 也是联合国下的 它就是有一个 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你可以向人权委员会 来提出抱怨 的申诉 那把你自己的经验 就是人权受到 政府的迫害的 这样的一些经验 向他们提出申诉 那么 中国也已经签署了 一些民权的 一些国际协议 但是它还没有得到 这个中国的 批准这样一个协议 那么我们也希望 敦促中国政府 能够尽快地 批准ICCPR 同时也能够签议 签议议顶书 那也就是 这个议顶书 就是如果有人 他收到了 这个宗教迫害的话 他可以向联合国 提出申诉 好的 今天我们的听众观众 参与的非常的热情 我现在要多接几位 听众观众的电话 然后请 泰姆斯先生 一起来做一项回应 下一位是江苏的邓先生 江苏邓先生 欢迎您 请讲 喂 请讲 您好 请讲 你好 是我吧 是您 请讲话 邓先生 您在我们节目中了 请讲话 山西张先生 是下一位 山西张先生 您好 请讲 喂 您好张先生 请讲 喂 喂 对 张先生 在我们节目中了 请讲话 喂 你好 喂 请讲话 我们听到您的声音了 听到了吧 对 我想说 我们那个地方的 我那次在路上碰见 一个 我们这块的一个主教 我们在路上就说了 他那个主教就说 说是现在中国 就是没有那个宗教自由 现在那个什么佛教啊 什么的 全是全是由中共 他安排的人控制着呢 控制这些宗教人的信仰 人的收量 什么怎么组织啊 都是由他自己 他们来控制 我我认为 在中国 根本 反正这最近年吧 根本就不可能有宗教信仰 他就不让宗教信仰 他就 根本宗教信仰 他就不让在中国宗教信仰 是这样的 好的 还有就是说 张链还有问题吗 请讲 请讲 你像通过那个国际管 国际去投诉 或者怎么 这怎么去投诉 是通过什么网站 还是怎么联系 电话怎么联系 这个能公布一下吗 好的 好 好 谢谢您 山西的张先生 浙江的蔡先生 是下一位 浙江的蔡先生 欢迎您 请讲 喂 喂 您好 请讲 听得见吗 听得见 我是这样的 我去那个教堂 这个教堂里去了好多次 那个 那些教导的 那个 那些主教他们教导的 都有 杀子挨过坏的证 没有证 不能讲的 这个 我来讲一下 后来我也没去了 现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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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这个 还有一个呢 我现在想 你美国自由 提出强力的抗议 因为你们的广播啊 我们该帮 该劳很大 受不到 所以 这样子 我们觉得 很不舒服 你们要学 办法吗 好的 这位亲戚朋友 我们自己的节目 我们不会去 主动干扰 我们自己的节目 会影响 他的播出效果 这是我们做不到的 所以您不要 对我们提出强 有种 是